突发消息,披荆斩棘的哥哥第四季录制现场突发意外,歌手张远深夜前往医院紧急治疗。知名歌手张远被抱在录制综艺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第四季》时,在游戏环节中意外受伤,脖子处有外伤,深夜前往医院急诊处理。 19号凌晨,张远歌迷会官方微博紧急发文回应,张远在今天的节目录制游戏环节中,由于意外造成了皮外伤,目前已去网医院处理完毕,并无大碍。 但是,从网友的实拍图来看,可以看到脖子上有明显的伤痕,长长的一道口子,看起来格外醒目。 要知道,披荆斩棘不过就是一个综艺节目,主要以唱跳为主,无非就是运动强度稍微大了一些,也不是什么武打作品,犯不着受这么重的伤。 伤口几乎欠尽肉中,看起来有割喉风险。 想来应该是因为道具的原因才受伤的,节目组的安全保障能力还是有待提升。 张远的大粉也发起了对节目组的控诉,大声向节目组讨要说法,嚷嚷着要节目组道歉。 三年了,这个敬业的艺人一年工作三百三十天,从来没有喊过泪。 兢兢业业认真努力做好每一个活,最近这波是连续二十天的出差。 这个宿舍出来后,后面还有接着四天四成的活,其中三场音乐节演出,这波歌喉会给歌手身体带来多大影响和痛苦。 本来就觉得缺觉缺休息的形成更加雪上加霜。 她是歌手,唱歌是她的生命,不是用来消耗在什么毫无保障的游戏上面的。 去年这个节目被恶意剪辑,被买水军被网爆,她勇敢面对,想着如何去继续修正自己,如何留下一个好的舞台。 还在各种采访颁奖典礼不予一力宣传节目,真心换来了什么? 今年返场,昨天脖子就拉了这么大的一个伤口,上下班还是在温柔地给粉丝打招呼,也没多说一句怨言。 也不怪粉丝这么生气,根据粉丝发布的形成单来看,张远确实有大部分的时间是挂在录制披荆斩集上的。 看得出来,她为这个节目确实牺牲了很多个人时间,受了这么重的伤节目组也没有出来给个说法,着实不妥。 联想到前不久王鹤蒂被围堵的事件,不得不说一句,现在的某些综艺节目眼里就只有钱,连艺人的安危也不管不顾。 前有浙江卫视作为钱车之鉴,已经被很多网友讨伐过了,现在整改之后才稍微好了一些。 芒果台这波操作不也是讨人诟病吗? 小编希望节目组能够尊重每一位艺人的生命,做好安全措施,而不是最后出了问题,追悔莫及。 张远是华语流行越南歌手。 2007年,参加湖南卫视快乐男生比赛而出道,获得南京赛区冠军,全国第九名。 2008年10月26日,进入至上力合组合,担任队长,主唱。 2012年4月,所在组合获得第19届东方风云榜最佳舞台演艺奖。 后随组合参加中央电视台春晚。 随后几年间,张远发行多首单曲,并为多部影视剧演唱Ost,包括《落魄》、《沙漏》、《嘉宾》等。 2023年,张远参与音乐竞演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三季,最终成为全能唱演家族的一员。 2024年,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演唱歌曲《像你这样的朋友》。 说起张远这个名字,你可能会在脑海里翻出一些快乐男生的画面,或者是至上力合那段让人心潮澎湃的岁月。 这位曾经在舞台上放光彩的小伙子,最近又因为披荆斩棘这档节目回到了大家视线中。 不过呢,他这次可是掀起了不小的风浪。 我们看看观众对他现在态度怎么样。 得说,有些网友真是挺失望的。 为啥呢? 原来,在节目里,张远没有选择跟随老大哥陈楚生。 别看陈楚生只是比他大那么几岁,在很多选手心中都像哥们一样值得信赖和依靠。 但张远却另辟蹊径,投向了王耀庆部落的怀抱。 这下好了,粉丝们纷纷摇头,张远啊张远,你这是何苦呢? 质疑声,失望声一时间在网络上铺天盖地。 当然了,在所有事情背后,总有两面性。 我们也不能就此断定张远做错了什么。 其实吧,在接受采访时候,他也解释过自己的选择。 我想要试试新东西,他如此说道,我不想总是活在别人给我的安全区域里。 听着还挺让人动容对吧? 一个艺人勇于尝试新事物,拓展自己边界的决心,确实值得赞扬。 但话说回来,在演艺圈混可不容易啊。 你看看张远之前的路程就知道了,从快乐男生出道到加入至上力合取得成功, 再到组合解散后那段低谷期,直到2019年参加创造迎2019, 虽然最终没能成团,但也重燃希望之火。 再到后来,单非发行单曲嘉宾,重新找回音乐之路上前进的勇气。 老实说,正因为有过那么多坎坷和起伏, 披荆斩棘钟张元所表现出来的韧性和毅力更显珍贵。 即使遭遇非议和误解,他依旧保持积极向上, 希望通过努力将遗憾变作动力。 我想用我的音乐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战胜困难。 他如此表示,所以吧,尽管当下可能会被舆论波涛所困扰, 张元展示给我们一个明星该有的姿态, 无畏眼前挑战,追逐内心深处最真挚的梦想, 并且用行动证明自己愿意付出代价去成长与改变。 看完整个故事你或许会领悟到, 无论外界怎么评价,怎么喧哗, 最终能决定一个人命运与未来走向的 还是自己内心强大而稳定不移的信念与决断力量。 张元虽然偶尔会步履蹒跚, 但始终未改初衷,音乐路上孤独而坚韧地前行着。 总结一下哈,这位勇于接受新挑战, 始终对音乐充满渴望并愿意跨越难关 去实现理想化为现实境界模样的歌手, 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理解与支持。 毕竟,在奔赴梦想旅程中, 勇敢面对种种考验才配称作英雄好汉嘛。 张远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是明暗相见, 只是善良是你的选择, 你肯定有很丧的时候, 你也会有很生气的时候, 你都会有一种选择。 所以人是必须要阴阳才会平衡的, 不可能永远傻傻, 跟你说好爱你, 不可能。 张远这话,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 还是客观真实的。 人到底也是动物,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 都会时不时冒出一些阴暗的想法, 或负面的情绪。 但很多人都会选择善良, 想做个好人, 做个阳光的人, 把阴暗的一面, 不好的情绪压抑住, 封锁住。 所以说, 节目组打出的善恶, 是你的选择字样, 真的总结得很好, 着实是选择的结果, 而不是天生就会这样的结果。 关于这个阴阳平衡, 张远在《Joker小丑》舞台上阐释得挺好的, 其实他在唱的过程中, 就是在表演一个抑郁不得志的人的状态, 而这个状态, 也是曾经那个人生失忆的张远的状态。 先是满怀期待, 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很快就被现实打脸, 然后又重新强颜欢笑, 怀着期待向前出发, 但很快又被现实打脸了, 如此循环往复,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迎来光明。 面对命运的不公, 外界的嘲讽, 挖苦, 你很愤怒, 很想与全天下为敌, 但你不敢, 为了生存, 为了继续梦想, 你还是得强颜欢笑。 可这笑, 毕竟不是发自内心的欢喜, 而是碰运起各种负面情绪的结果, 所以, 好多的笑容, 就会显得滑稽可笑, 但同样经历, 曲折的人看了会很有共鸣, 看到, 曾经也是小丑模样的自己。 除了敢自我揭露人性丑恶的一面, 张远还敢自曝自己的皮肤缺陷。 那是在大家吃饭时, 他说自己突然那么想吃东西, 突然很想吃东西, 拿起东西就大口吃。 爱开玩笑的陆毅, 便对他说你好像胖了。 张远可是一直都很注重身材管理的, 平时饭量并不大, 在王耀庆部落饭量排在最后, 0713其他三位兄弟晚上吃夜宵, 比如缩粉时, 他硬是扛住美食诱惑, 只在一边看, 坚决不吃。 如此敬业, 热爱事业的人, 希望他以后能走得更顺利些。 明镇点栏目